很多人到了韓國對於當地從街頭的汽車到家裡的手機和家電等等用品 全部都是韓國製印象非常的深刻 而原因除了韓國人真的愛國出了名之外 其實也是因為供應這些生活用品的通路 都掌握在當地的大財團手裡 韓國人民的選擇並不多 頭上綁著布條 穿著抗議背心 還拿著標語 來自16個工廠的失業者上街靜坐 抗議政府放任大企業 解雇正職員工 宋先生的遭遇是韓國勞動者的縮影 韓國統計二零一一年失業率百分之三點四 失業人數超過七十五萬人 非典型工作者人數高達五百九十九萬人 物價年增率高達百分之四 大家省著花 錢越來越難賺 全國言論勞動組合委員長 李康泰批評 FTA之後低價引進海外工人 造成很多本國人失業 生活根本沒有變得更好 而有工作的人 工時越來越長 日式洛桑管理學院調查 2011年韓國總工時達到兩千三百一十二小時 比臺灣多了兩百三十八小時 韓國的經濟成長犧牲了勞動權益 首爾市區到處都有興建中的超高大樓 房價飆漲 貧富差距擴大 而韓國到現在還沒有好辦法解決 韓國的這個低利率跟低匯率的政策 導致了韓國的物價上漲非常嚴重 韓國政府目前對這個韓國這個高物價的 這個生活形態越來越嚴重的情況之下 還沒有想出什麼好辦法來彌補 首爾街頭常見塞車 仔細看九成都是國產車 除了民族意識之外 學者認為 供應韓國人生活用品的通路 都被大財團控制 中小企業的生存空間 民眾的選擇權都變少 開放之路 從另一方面來看 韓國走的其實也很苦 記者環如劉翰林 韓國首爾採訪報導